現在跟各位介紹一下這個稱作文字蒙太奇 各位知道什麼叫蒙太奇 一般那個蒙太奇就是小圖拼大圖 有沒有看過那個 有的牆面 你如果遠看是一張照片或是一張圖畫 但是近看的話變成什麼 就是他每一個都是很小的照片組成起來的 那種大圖 那這種照片的話 其實是在什麼時候開始 有一部電影很久了 楚門的事件 有聽過嗎 講一個虛擬你實境的那個 跟美國現在這個很像 到處都是被監控的 那他就是 他的海報不是他電影的那種是他的海報 是用這種方式做的 用這種方式做的那這個在我的 部落格上其實也有啦 不是我的那個學校的 等一下找給各位看 那這個呢 就是有點類似像這樣效果 我們在 這裡呢 可能要麻煩各位 你進到我這個學校這邊之後呢 下面我把那個 最下面這裡 有一個 也沒有他的一個這個叫播放程式 對不對 這個 可能要麻煩你先下載一下 你可以把它安裝 好這個要安裝的 就是不得已 反正我們這邊還原還好 那你可以下載一下 或者是你進到他網站 如果你 不要先下載也沒關係 就是你進到 剛剛這個網站之後呢 你直接先來做 好比如說像 如果你要抓我們學校的 好 像我抓給你看 你看 學校的網址裡面 請問有沒有很多字 他可以幫你抓 好可以幫你抓 所以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要他 自動幫你抓的 所以 你來這邊之後把你要 變的那個網址把它貼進來就好了 這裡 我怎麼打不出來 哇我的現在好像打不出來 各位可能你還是在 我不知道為什麼IE不行喔 你可以先看一下 像我們這邊 好 這裡 HTTB 怎麼就不行 我看一下 mcut 好 你最簡單的方法就直接把那個 網址打進去 那你就按 他就開始根據你這網址就 去你那個網頁 把資料抓出來 看一下 好 這裡也可以 我把它貼進來 OK 那當然你也可以直接指定你要的文字 如果你要哪些文字你也可以從這邊指定進去 好 送出 我看他能不能抓到 好 事實上我們在那個 有 現在有抓到 事實上我們在那個 Facebook上 也有 這種 Facebook也有 可能你有看過 但他就是幫你抓你那個Facebook上的那個關鍵字 網頁上文字 好有沒有發現 這邊竟然你如果說像我剛剛一樣 既然沒有你就在這個Load的地方你把它按一下 好你把網址打在這裡也可以 或者你自己想要哪些字自己打進去 都OK 好這樣他就可以幫我們自動產生 那麼產生了之後 如果你沒有裝剛剛那個Player 很抱歉這邊你就看不到 你看我在這裡按右鍵 有沒有發現這個按右鍵叫Steven Line 有發現了嗎 他不是Flash 因為你看我們滑過去有沒有Flash的那種效果 對不對 你們的有嗎 那你要裝一下那個 要裝一下剛剛那個Player才有 我的是本來就已經有裝了 所以這邊會看得到 我先等各位一下好了 現在大家都有了 一進來是什麼形狀的 奇形怪狀嘛 管他的 來看這邊 有沒有看到左手邊有個叫Shape 有沒有很多種 所以 你可以變成什麼 變成一個I love you也可以啊 剛剛是用照片做你也可以用文字做啊 你可以告訴他你有多愛他嗎 開玩笑 開玩笑 那所以你要 變蘋果 他就馬上變給你看 點完了 蘋果有沒有出來了 這樣簡單 今天如果要你自己做 你慢慢排 我是不反對 對啦 這個呢 最大好處就是像這樣他自動幫你抓 這是形狀的 那麼 如果你今天 我掏用了很多 我也搞不清楚 到底 我想要用哪一種 你可能會都 稍微試一下 貓的 好 萬一你試了很多之後才發現什麼 原來第一個才是我的最愛 很多時候不小心會這樣怎麼辦 這裡有個叫History 有沒有看到你剛做過的 他都把你存起來 所以其實還蠻貼心的 那你可以 就從這邊再選回哪一個是你要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你可能會發現說這個顏色我不見得滿意喔 對吧 好這顏色不見得滿意 所以你可以來這邊 這裡有一個 還有很多的什麼 布景主題 性就是一般我們講布景主題 好所以你選一個你喜歡的顏色 有沒有馬上就變了 那你知道為什麼那個有些字比較大有些字比較小嗎 因為在那個你剛指定的網頁裡面 他可能出現的次數比較多 他根據那個 出現頻率去 去產生的 好 這樣這個性應該沒問題了吧 字型 一樣你可以選擇你要用什麼字型 只是中文原則上來講就是 出題啦 中文原則上出題 對了剛剛我想到 形狀除了他 裡面的以外 請問可不可以 用別的 可以喔 你看這裡 如果你想要他你自己的形狀 目前這個 還屬於 就是 不用付費 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叫做add image 形狀那邊 你選了形狀之後這裡 選了形狀之後 你來這裡 等一下 選了形狀 這裡有個add image 你就可以 把你的圖片自己放進來 對對對 他就把你拼 用那個拼成你自己指定的圖片 所以這個也是很特別的一個方式 那麼 剛剛這邊呢 字型有了對不對 還有什麼 方向 你有沒有發現我們現在預設的話那個 字都 彎來彎去的 就是那個 他有很多方向對不對 如果你覺得你的字是要比較容易辨別的 你可以告訴他 你看這裡 有一個orientation就是方向 你看一下這裡 預設是any 你也可以告訴他 我只要水平的字就好了 你不能 外外區區的 有沒有 馬上就變了 對不對 這樣比較聰明一點嘛 你也可以變直的 所以如果 您是要用那個中文字 中國文學的那一種 由上到下的 這個也可以用 因為像這種比較特殊應用 大概沒有軟體 本來就要做這個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說他做的還蠻好的 那麼最後這個layout的部分 看一下 等一下 在下面這 layout的選項 好 這就重點了 因為你來看一下 事實上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 都還可以改 你看這個字的部分 你也可以排出某些字 排出某些字 那 再來呢 這個layout你也可以去 改變說你有比較強調的 是 那個字變得多大 他有很多細的參數可以調 有很多細的參數可以調 還有字的粗細有沒有 顏色的變化度 還有字出現的頻率 你都可以試看看 這個 沒有固定但是 在這邊 你可以告訴他比如說他現在抓到的是這幾個關鍵字 那有沒有某些關鍵字你是不要的 你就點到他 他就 略過 因為如果你 偷懶嘛 你沒有抓那麼多對不對 你如果是自己打的沒有問題啊 可是因為這還是自動抓網頁的 可能有些字你覺得並不適合 抓進來 你就可以從這邊直接去略過 好 OK 最後的話 要把它存出來 你看上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存檔 好 左上角這裡有個存檔喔 好 你按了之後 最特別就在這邊 因為一般網頁上的這種功能 都只能就是在網頁上呈現 像Facebook的也是一樣 他就變成像照片 那這裡的話呢 如果你希望 比較 大的 他可以用到這麼大 這裡 請問1K是多大 10或4對不對 所以 你看 250 有沒有 到了這邊 2MP 2Mb 2048 再往右 再往右 有沒有發現最大的可以到16 1600萬像素 應該夠吧 應該夠了吧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一般印刷上應該就還算可以 而且 當然我們會建議各位 請問 JPG跟PNG你會選擇要拿哪一種 我當然是會選擇PNG 因為 以這種圖片來講 其實用JPG效果是比較差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 圖片上 請問是不是都是色塊比較多 JPG在處理色塊是比較遜的 所以他的 顏色你存下來的時候你如果真的拿放大鏡看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JPG 的那種純色 事實上裡面會有雜色 雜點 JPG適合處理什麼 漸層 比如說像我們 拍的照片 有沒有 那種色塊的比較少 那PNG的話就沒有這個限制 漸層色塊他都專長 所以處理起來效果比較好 當然檔案 一般來講也比較大一點 也比較大 還有剛剛我們講過 JPG還有 一個特點就是什麼 可以做透明的 有沒有 所以你看我們剛剛在線上區配之後存下來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用了 這個是 JPG 還有那個PNG比較特別的地方 所以 你透過這個方式應該就知道為什麼要介紹這個服務了 其實如果你要做那個什麼 我們剛剛講那個蒙太奇效果 也有免費軟體可以做 只是我今天沒有講而已 他也有免安裝的 效果都很不錯 那一樣可以輸出大尺寸 只是那個 一般用到比這個還少一點點 比這個還少一點點 所以我們先今天把這個部分先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這樣沒問題了 好 我們先報告 好 我們先starter